关键一下目前S1的杰克 凌晨5点啊 这个ID如果说你知道这个ID 那你真的是这个游戏的最老一批玩家了 先知野人作曲家医生 这个阵容有点点少见 狩猎本能起 跟着这边的足迹 误刃捏手321误刃一刀 等你下板不擦刀 卡板子回头就是一刀误刃 很香 第一刀打中 后面的话呢 这边作曲家飞轮好了 杰克的误刃是在飞轮之后的 也就是说 有鸟有飞轮的情况下 这边作曲家还能 想打一刀开那个隐身啊 野人这边过来 来的有点早啊 但吃掉这刀误刃就 就非常非常可以接受了 很可惜这边的话 因为应该是有眼吧 这边有眼 所以说在翻板子慢 吃了个震慑 摇也没能给上 有人牵起来 顶不下来的话 多打一刀野人 甚至他这边因为有底牌的 我觉得浩克之道在追手都可以 但是有野人的存在 怕这边作曲家可能带药 我们看有没有带药 没有带药 打完这一轮 因为野人是放弃修机过来打架的 所以说球者的密码机 总量应该不会超过两台半的 这里的话 总量是2.2 2.3的样子 插个眼 压住这边大船的机子 野人的话有鸟 待会儿看野人怎么救 好像野人没有打算救了 没有打算卡半救至少是 有鸟 没有打算卡半救 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他又没有猪 怕吃双岛 这边这刀物人没打中 追一刀 监管者在我附近 那边的话先知却把人捞下来了 人是过半的 作曲家 操作性其实很强的 他手里边有飞轮 先知的鸟也能给到支持 这个作曲家你别说 一个没有闪现的杰克 你想要快速带走这个作曲家 在作曲家操作得到鸟 能及时给上的情况下 不太可能快速击倒的 鸟呢 刚刚看完 这边飞轮吗 没交出来 这一刀物人说实话 你打过去飞轮一顶 作曲家进前面的板子 杰克 这抓作曲家得花多久时间啊 不是我的分析有误 而是 一刀物人你要顶上 现在后面来算机子 飞轮往前走 进不了板子 先给你来一刀 机子不够啊 这个机子说实话差的有点多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这野人是个半血 他也得补状态什么的 那就是医生来救了 那可能就是医生来救了 这边先补个眼 抓医生 抓医生不是很好啊 这个医生比较难抓 这游戏真好玩 这游戏万的妈呀 赢了 野人手里还有一个薄命 他想一刀物 认飘吗 90的机子 你别说啊 三人开门战好像 这一波的话是怎么样呢 其实野人就直接掏就好了 因为捷克甩雾刃的那个后摇车 是很久的 所以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呢 现在已经是2点03分了 兄弟们 我准备下波了 心态崩了 晚上什么时候开波 晚上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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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一个死杀